一口流利台語 拜託再拜託 喇叭車高分貝 穿透大街小巷 而世界用分貝器 來測量這個宣傳喇叭車 所發出的聲音 分貝高達80分貝 根據噪音防治法 一般早晚在住宅區 或住商混合區 只要超過70分貝 可能都算噪音 可以發3000到3萬 候選人大名 透過大聲工瘋狂跳針 不少選民聽得很火大 很吵 就很吵 我覺得不需要 連環轟炸東北條 還有民眾直接傳訊息 到參選人信箱 臉書怒嗆 要喇叭車別再製造噪音 可能被罰又挨罵 但喇叭車依舊是 選將們的最愛 出來當然有印象 對不對 沒出來 誰知道誰 有那個跑 有這樣講一定有效 非常無奈 新一代的選法 當然我們在LINE 我們在FB 可以有用一些新的科技 去Target一些新的選民 但是老一輩的 他們很多連LINE都不會用 這種東西只好靠 老一輩的方法去打 這種傳統的選戰 不管藍綠初選民調 都靠室內電話 相出現就算會被挨罵 也得像算數的選票低頭 先上了再說 記者黃明君 請問月台北採訪報導 嗎 請問月台北採訪